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是霞柱 石头无一郎 作为拥有无限力量的少年 仅仅持刀两个月就成为了鬼杀队的柱 而他所使用的呼吸法 是由风之呼吸所衍生出来的霞之呼吸 并且分为七个型 这种呼吸法不但神秘 而且出招时还伴随着虚无缥缈的博物 不仅让人感到好奇它的运行原理是什么 在公示述中 鳄鱼老师也对此做出了一些解读 并表示将敌人耍得团团转的高速移动 是霞之呼吸的特征 透过随时留意肌肉的松弛和紧绷度 才能够展现正确无比的脚步移动 换句话说 无一郎能利用霞之呼吸卷起的迷雾 并隐藏在其中 能够在迷雾中看清对手的肌肉 还有肢体的细微转向 从而做出正确的判断 由于敌方被迷雾遮挡 无法动窜无一郎的行动 而无一郎则可以随时出击 将对方斩杀 出其不意之胜 因此 所谓的高速移动 就是遮蔽敌人的感知 通过雾气 使敌人的反应变慢 并扩大自己的发挥空间 让无一郎从而实现 短时间内爆发性的高速移动 而常态之下 无一郎的速度 在九珠当中则是排名第八 另外 有关无一郎毒蛇的原因 除了蛇主 小班内之外 无一郎也算是鬼杀队里 比较毒蛇的一位了 虽然平时的他 不怎么爱说话 但只要一开口 就一针见血 看之狼就是受害者之一 我太难了 其实无一郎是在他失忆期间 也就是哥哥有一郎死后 才变得毒蛇 小时候的无一郎 也是很温和的 但哥哥 则是一个十分严厉 而且毒蛇的人 自从无一郎 11岁那年受重伤 失忆之后 他活成了哥哥的样子 言行举止 也在不自觉的状态下 变得越来越像无一郎 或许无一郎的毒蛇 会让周遭的人 感到有点难以招架 但他本人 却挺开心的 因为这样的感觉 就像是哥哥 一直在守护着他 无一郎这一点 倒是和蝴蝶人 有点相似 最初 蝴蝶人也是一个 依赖姐姐 性格冲动的女孩 但却在相爱会战死后 活成了姐姐温柔的性格 开始独当一面 这两个人 都有意无意中的 活成了自己至亲之人的样子 而无一郎的送鸭名叫银子 是一只雌性送鸭 他不但对自己的主人 无一郎十分的溺爱 同时还以他为傲 并且曾经嘲讽炭治郎 无一郎与你们不同 那孩子可是天才 之后还在炭治郎说 自己在梦中见过 日志呼吸剑之后 阴阳怪气的吐槽道 还在梦里遇见过呢 你是白痴吗 你认识战国时代的武士 说的话太不现实 简直笑死了个呀 这一席话顿时 让炭治郎哑口无言 无从反驳 你个小辣鸡 酒住当中 蝴蝶人 蜜狸 还有悲鸣女等人 都有自己饲养的宠物 但无一郎 却因为自己的松鸭会嫉妒 所以不饲养其他宠物 在无一郎战死后 他的松鸭一蹶不振 身形也日渐消瘦 也许是随了主人温柔的个性 炭治郎的松鸭出面安慰 后来这两只松鸭 还因此结为了夫妻 果然暖男更受欢迎 炭治郎也是靠着这一招 俘获了香脉弧的芳心 再来是炼祖 甘露斯密林 他所使用的炼治呼吸 是由炼治呼吸衍生出来的呼吸法 而有关炼治呼吸方面 修炼到极致的效果 鳄鱼老师也在公式书中 做出了表述 炼治呼吸需要具备极高的音感 以及出色的身体柔韧度 在密林的训练中 就是采用配合音乐跳舞 以提高自己关节转动的角度 但训练过程 却被认为是低于级别的 同时这也是一种刚柔病激的呼吸法 更适合女队员使用 不过没有几个人能达到密林这种级别的怪力和肌肉体质 而炼治呼吸就像他的名字一样 让那些被砍中的鬼 有一种炼奶酸酸甜甜的感觉 看来小伯妹不光是有假想情敌炭治郎 还有这些被密林斩杀的鬼 密林在家中饲养了四只猫 并会一直和别人说自己的猫有多可爱 以至小伯奶在第一次见到密林的时候 就对他从未见过的猫咪了如指掌 虽然知道密林的渐变法色是吃樱花料 是连续吃了八个月的樱顶之后导致的 不过就连他眼珠的颜色也是因此而改变的 由于密林的饭量大所以餐饮费成了一大笔支出 还好主公有钱不然真的顶不住密林的饭量 密林也曾经想过要对他很亲切的小伯奶告白 然而之前相亲时对他造成了心理阴影 再加上误以为小伯奶对每个人都很亲切 让他始终无法传达自己内心的想法 实际上小伯奶只有对密林特别亲切 密林还曾经找过蝴蝶人讨论恋爱方面的问题 不过蝴蝶人对恋爱方面也不太擅长 因此给出的建议也很奇怪 并分析了恋爱时脑部会产生的反应 心跳的次数还有血压等等 搞得好像是在写医学论文一样 虽然实弥和小伯奶的关系不错 但由于实弥在恋爱方面也相当的迟钝 所以一直没有发现小伯奶喜欢密林这件事 直到被密林不小心说漏了嘴 他才知道 不过实弥却很不擅长应付密林这类型的女孩 甚至觉得自己和小伯奶对于异性的喜好天差地远 或许这才是导致恶人关系好的主要原因 共同讨厌异勇也只是占了一小部分 对小伯奶来说 只要你对密林不感兴趣 我们就是好兄弟 接下来是上嫌鬼的部分 他们平时不吃人也没有任务的时候都在做些什么 无产对博来品非常感兴趣 他经常研究那些从外国进口的东西 不但喜欢学习外国的语言 同时还会研究一些新奇的机械物件 黑死魔的爱好非常传统 喜欢下围棋 这也是分符合他老人家的形象 不过大家觉得他平时都是和谁在下棋呢 是无产还是同模 一窝座的爱好是锻炼身体 比起吃人 他花在修炼上的时间更多 但人类时的他爱好显然更加广泛 博子不仅会修整庭院 还会照顾道场后面花园里的锦里 青藏师傅和练血非常喜欢这些锦里 或许这也是博子喜欢照顾这些锦里的真正原因 另外博子还会画画 因为练血特别喜欢他画的画 是个还不错的小伙子 相比之下 同模就完全相反了 他喜欢用酒水沐浴 因为在成为鬼之前 同模非常喜欢喝酒 但变成鬼之后 酒喝不了了 只能换一种方式 除此之外 同模还喜欢抽水烟和跳舞 平日里就爱寻欢作乐 是个不求上进的上弦鬼 上弦鬼中 或许只有舵鸡才需要工作 但由于舵鸡的工作比较特殊 很多时候需要接待客人 那么藏在他体内的肌肤太郎 也会像舵鸡那样化为人类的模样去工作吗 答案是不会 肌肤太郎始终都贴在妹妹的背部 从未离开过 不知道如果舵鸡的客人 吃到了以后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以上就是鬼灭里的隐藏剧情 小伙伴们还想知道谁的隐藏设定呢 欢迎大家在底下给我评论留言哦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喜欢木木的别忘了订阅点赞哦 还有记得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不错过每期的更新 你的支持是我更新的动力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